一言苏玉华、潘燦良等3月4日在香港大会堂出席香港话剧团2019-20剧季的发布会 将在6月情侣党演出舞台剧的苏玉华与潘燦良同声预告12月还有另一个大计划 但就否认是结婚 更笑称结婚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说到潘燦良凭电影逆流大叔角逐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佔男配角 不知道他的心情是不是很紧张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紧张 我就是觉得好高兴 就是因为集民里面的5个人 有4个我都曾经合作过的 只有其中雷产生我跟他就是对话一次 其他的我都合作过 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一起面对那个社会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 希望我们好开心的过一个晚上 我肯定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已经邀请我去一起去参加了 所以好高兴 我也好高兴 因为他答应我的邀请 另外逆流大叔在本届的金像奖中 获得11个提名 都说能够入围已经算是一种肯定 台前幕后会不会有一种已经赢了的感觉呢 对 这个多的提名 我觉得已经是我们的成功了 因为观众喜欢 票房美满 对 那个电影的同业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我觉得已经是一件最大的礼物 能否有奖项 我觉得已经是不太重要的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